影帝王剑的巅峰之作,绝不是在成都城下,边喊阿富边商议如何共称,而是边殷勤事奉,边恐吓妖邪,制导致演的一出大戏。 基督使大人,今天绝对又是开眼的一天,咱们讲讲影帝王剑如何坐稳西川,灭掉阿富的故事,我是杨丽辉。 王剑阴谋图西川,前期进展并不顺利,后来他说动朝廷发兵西川,短短一年,西川各州陆续归乡,可就在他准备为死成都的关键时刻,朝廷突然下诏,召回赵涛使伪昭渡,恢复陈景轩西川节路使之职,让王剑回赠穷州。 王剑接到赵令,大惊道,大功将成,奈何弃之? 为啥朝廷会突然撤兵呢? 唐大顺二年,公元891年,唐廷北县讨伐李克勇失败,实力大顺。 而南县讨伐陈景轩前后也用了三年时间,粮草供应不上了,也没有取得预期成果。 就有人提议,停战退兵。 3月25,朝廷正式下诏,就出现了开头让王剑头疼的一幕。 王剑找来智囊周翔,周翔建议王剑正好趁此机会让伪昭渡回京,把攻打成都的任务全部交给自己。 王剑找到伪昭渡,说道, 陈景轩田令姿兄弟,罪不可赦,我愿竭尽全力,以求成功,帮昭淘使多多支持啊。 伪昭渡听王剑正常说,也没法直接离开西川。 王剑本意是希望伪昭渡自己回去,把昭淘使的名头给自己,并不想直接放弃成都。 伪昭渡没有明白他的意思,还以为王剑是希望他继续和兵攻打成都,可自己这边已经接到赵令,不回去也不好,一时无所适从。 王剑再次找到伪昭渡,说道, 现在关东各镇互相吞并,乃国家大患,公益早日返京,和天子共谋关东诸镇,陈景轩不过就像借窗疲选一样,交给我就行了。 伪昭渡自才明白王剑的用意,可如果要他直接失之吧昭淘使之位给王剑,他还下不了这个决心。 他没有正面恢复王剑,只是说自己考虑考虑。 王剑退出后,暗中让人擒住伪昭渡的心性,按了个偷窃俊梁的罪名,分吃了他。 伪昭渡大惊,没想到王剑会对自己的人下手,再不走,可能自己也会被人吃掉。 他把印信留给王剑,传习各阵,说让王剑站在杰都使,招夫使,支支使等职,立即提升回京。 4月22,王剑亲自送伪昭渡到新都,下跪敬酒,哭泣拜别。 依依不舍的那个劲儿,不明实情的,打死也猜不到伪昭渡是被王剑逼走的。 等伪昭渡刚离开剑门关,王剑立即派人守住剑门,坚决不让东边的军队再进来,至极则加急攻打成都。 成都城断断续续被围攻了近两年,粮食已经吃完了,城中到处可见被遗弃的婴儿。 伪昭渡还在的时候,对于有些百姓偷偷贩卖粮食入城,睁只眼闭只眼,不完全禁止这种行为。 就算如此,城中的粮食也高得离谱,自然有很多百姓饿死。 甚至为了粮食,城中的军事明目张胆地欺负百姓,即使一旦被捉,会被立即处死,也禁止不住。 为此,甚至发明了腰斩、鞋批等更为残忍的刑罚。 到后来,人们对严刑军法已经不再害怕,城中一天比一天乱。 内外独指挥使徐庚贼姓仁后被他保全的有数千人之多,田令芝却对他说, 公掌握生杀大权,却不杀义人,难道是想叛变? 徐庚害怕,趁一夜把自己庇护的人拉出来,全部斩杀了。 该死的田令芝就是个祸国家民的渣渣。 等伪昭渡离开后,王剑对城都的围困更加的严苛,城内彻底没了粮食。 为了弄清城内的情况,他派自己的部下正窝,以投降的名义进入城中, 陈静轩不查,用他为将。 镇窝在城内转了一圈后,找借口离开城都,回到王剑身边。 这样一来,王剑就完全掌握了城内的情况。 有一个杀狗的屠夫,名叫王瑶,他找到王剑,说自己有让城内离心的办法。 他以祸罪被杀,偷偷逃走为由,进入了城内。 王瑶入城拜见陈静轩田令芝,说王剑人马疲惫,快坚持不住了。 陈静轩田令芝大喜,城防有所松懈,而王瑶在其他人面前,大肆宣传王剑,英雄威武,兵力强盛,弄得城内百姓人人之危。 城内被王瑶这么一搅和,果然人心不稳。 之后的四个月,附近的各县城被王剑逐个拿下,只有鹏城的阳盛,还不时的能给成都送些粮食。 后来,王剑分兵去鹏州,彻底的阻断了鹏州前往成都的道路。 成都城实在坚持不住了,陈静轩数次派兵出城作战,军被打败。 到了后来,陈静轩勉励军士们,军士们都不再理会他了。 8月24日,田令芝再次登上城楼,向王剑喊话。 老夫带你补报,为何要这样对我? 到这个时候,王剑还在装揽,他回答道, 父子之恩岂敢忘记,只是照令讨伐不顺,我不得不这样做呀。 倘若陈太师能听命朝廷,我王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? 陈静轩虽说是西川解都使,可实际上陈静轩素来自毛无能,军政大使都是田令芝难注意。 田令芝到现在还以为王剑雇年父子轻疑,会放自己一马,他决定相信王剑。 当夜,田令芝亲自带着西川印信来到王剑打赢,交给了王剑,王剑君高呼万岁。 王剑眼泪汪汪的感谢田令芝,说自己一定一如既往的侍奉田令芝。 田令芝被王剑感动,以为自己算是看退了人。 王剑曾对将士们承诺,说成都城内环华式紧,一旦占领了成都, 前和女人任由将士们之取,还说他要和将领们轮流做截斗使。 8月25,陈静轩打开城门,王剑派部将张晴先一步入城,自己对将士们说, 三年来,我和诸位苦战百余次,才获得城池。 诸位不要担心不会富贵,千万不能抢掠访士。 我已经委派张晴入城护卫,违反军令的他如果送给我处理,我还能赦免一二。 他如果先斩后奏,我也救不了你们哪。 就算王剑提前和将士们打了招呼,军中依然有人违反军令。 张晴抓住人后,并没有送给王剑,而是直接击打胸膛。 很多人扛不住苦行,直接死亡。 张晴把史诗堆在街上,已经笑油,将士们见张晴来真的了,不敢再违反军令。 26,王剑入城,自称西川流后,两个月后,王剑被正式守为西川截斗使。 王剑手下有个小校,名叫韩武,他自以为功劳很大,常常在截斗使大堂上上马,有人制止他,他竟然说道, 王公曾许诺过我,可以做几天截斗使。 王剑停后,找人暗中自杀了韩武。 虽说韩武形势鲁莽了一些,可截斗使轮流作是你王某人的承诺, 现在真的战了成都,你王某人却把之前说的忘得一干二净, 可见王剑说这句话的时候,就是在作秀。 难怪后来他的儿子这么擅长舞台剧,看来都是遗传了王剑影帝的基因。 王剑得了西川,西川能干之人,西术重用,他用心证悟,善云纳建,喜交人才,千功简朴,西川人才环境极大改善。 但王剑这个人猜忌心很重,军中德高望重之人,被他找借口几乎杀了个干净。 半年后,公元892年2月,王剑派兵五万围攻彭州,彭州属将杨胜迎战不力,退入城中并向杨首亮求援。 此时的杨首亮已经和朝廷失破了脸,他之前和杨胜和兵侵扰过汉州之州等地,被王剑击退了。 再次杨首亮来了个为为救兆,他没有去救彭州,而是直接派兵去攻打成都。 王剑赶紧让彭州前线将领,华洪回援,华洪来不及准备,后军尚未集结,仅待着数百人,连夜池渊成都。 他趁夜是霸营寨扎在杨首亮军大营树里的地方,夜里安排很多人打惊。 杨首亮军以为西川军阻力到了,不敢久留,连夜撤了回去。 后来杨首亮又派兵两万救援彭州,杨首亮军将士知道杨首亮不长久,直接在前线投了王剑。 杨首亮打不下西川,改攻东川的支州,希望王剑分兵救援盟友。 东川截斗使顾炎朗已经去世,其地顾炎辉被将士们推举成为东川流后。 杨首亮本想撤返东川将领,不料被顾炎辉发现,顾炎辉斩杀内应,加上王剑派兵救援。 杨首亮军再次撤退。 彭州这边,彭州周辺的百姓逃往三谷中避难,王剑军各赢各债,到三谷中抢留百姓, 百姓苦不堪言。 王剑军中有一个军士名叫王先成,他本是一个书生,生逢乱世,头皮从容。 他观察王剑各军只有北面的王中坎最为贤明,就来求见王中坎。 彭州本是西川属地,陈静轩田令兹召杨胜前来,受为观察室,现在臣田已平,然而杨胜却依旧占据彭州。 彭州人都知道西川才是自己归属,王司徒才是自己的官长, 所以他们不入城归附阳慎,而是留在山谷中,就是等待王司徒的赵安。 可几个月过去了,非但没有等来赵安,还被官军一再抢侣。 财务,家畜,甚至是人,官军无一不强,和强盗没有区别。 百姓在山谷中,没有遮风挡雨的房子,还要忍受独虫猛虎的伤害, 孤苦无一,无处诉苦,王司徒不加抚恤,只会让他们觉得杨胜更值得追随。 王中坎听他这么分析,觉得很有道理,把自己坐的椅子向前拉了拉, 是以王成仙继续说下去。 还有比这更危险的,现在各赢各债,每天都入山搜刮百姓, 直到天黑才返回,都快忘记迎债防备之势了,幸亏彭州没有能忍, 否则彭州军在城门内侧,埋伏一千人马,等观察到各营外出强掠, 走远时,集中攻击一个方向,其他三个方向设一兵,各赢各债,只顾着防守, 那被集中攻击的方向,岂不危险? 王中坎听后,点头说道, 王中坎立即让人准备笔墨,王中坎立即让人准备笔墨, 王中坎立即让人准备笔墨,王中坎立即让人准备笔墨, 刷刷刷刷,一口气写了七条建议, 一,招呼三中百姓,二,禁止各营各债,去抢累百姓,在各营各债前梳理石碑, 赢在七里内,打财放牧一概不管,找过七里,一律斩杀, 三,设置一个招安寨,至少能容纳数千人,以安置前来归顺的百姓, 招安寨要由专门人巡逻护卫,四,招呼榜门一旦下发,各营各债, 肯定会派人入山招呼,百姓们见冠军来哪有不害怕的, 要想招呼百姓,要用合适的方法,招呼之势, 须有一人总领,简易让王中坎亲自负责, 五,严令各营各债,把之前抢累的百姓,全部集中到广场, 让他们父子兄弟夫妻相聚,然后送往赵安寨,胆敢隐医者立即出展, 同时让成都府协助,把之前送回成都,或者正在送往成都的百姓, 分好口粮,也全部送到赵安寨,六,在赵安寨设置行县, 上设县令,下设抄局,负责赵安寨的日常安抚, 并从百姓中选取强壮之人,发给他们文书, 让他们入山通知自己,亲朋好友, 山中之人如果知道官军禁止强掠,先前被抢之人也都平安无事, 避讳欢呼雀跃,自然纷纷下山,用不了几天, 就会全部从山里走出来, 七,彭州市河种麻,这里百姓入山前将大量的麻藏了起来, 应当让县令明确告知百姓, 他们可以回到故里,挖出所藏之麻, 卖掉换钱,这样他们就能逐渐地恢复自己的产业, 王中坎看到王献成写的这七条,连连称赞, 王献成说, 今日所列之事,须四面,一体遵守, 功定要请王司徒下令全军施行, 王健看到这七条建议, 也是连连称赞,下令全军执行, 果然,没多久,藏在山里的百姓, 纷纷走牢出来,像赶鸡一样来到赵安寨, 逐渐的,赵安寨有了集市, 百姓就把自己藏的麻拿出来贩卖, 过了一段时间, 百姓见自己原来的村子也没人去抢掠, 就告别赵安寨回到自己的家里, 一个多月后,赵安寨便没有了人, 王献成这种招府流民的做法, 至今仍有非凡的功效, 王健得了人心, 彭州自然更加的孤立, 一年多后,公元八百九十四年, 五月,彭州城没了粮食, 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, 彭州将士不断有人出城投降, 只有杨胜依然坚守, 都于后,王冒权杀了杨胜, 开城投降, 彭州将领被王健悉俗接纳, 王冒权被王健受为一职, 证明王中逊, 到此,王健彻底收复西川, 我知道, 基督使大人肯定想问, 王健最后怎么处理田令子的, 王健刚入成都时, 让陈静轩的儿子做了亚洲刺史, 让陈静轩田令子跟着去了亚洲, 没多久, 贬陈静轩的儿子为新京县令, 用一线赋税供养他们, 其实王健并不想留他们, 但毕竟田令子是自己名义上的父亲, 自己实在不好, 明目张胆地杀他, 公元八百九十三年四月, 王健暗中指使人, 诬告陈静轩谋反杀了陈静轩, 然后又指使人, 说田令子和凤翔基督使李茂珍暗中通信, 把田令子投入狱中迫害致死, 一代权患终于被嘎, 田令子对唐庭的破坏是巨大的, 是不可逆的, 实有余辜, 不过话说回来, 没有田令子, 会不会有张令子, 李令子, 杨令子, 难道一个人真的可以改变时代吗? 事实上, 就在王健平西川的同时, 另一个大太监杨复公也反了, 唐主李叶未凭杨复公, 付出的代价要远远超过灭田令子, 而且还把看似中军的李茂珍的本性, 暴露了出来, 这也是王健可以用田令子和李茂珍通讯为由, 逮捕他入狱的原因, 那杨复公是怎么回事呢? 李茂珍为何也会成为反面人物呢?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, 好了, 看到这一秒的杰斗士大人, 千万别忘记点赞, 关注, 转发, 你动动手指,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, 祝杰斗士大人, 万福安康, 我是杨丽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